足哥说电影,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恐怖片,鬼影 影片一开场,作为摄影师的大眼哥和女朋友大眼妹 参加完大学同学龙涛哥的婚礼之后,便开着车往回走 大眼妹是边开车边跟大眼哥调情了,很快就得意忘形了 这个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车前的不远处 由于大眼妹操作失误,当时就造成了一些恶性的交通失误 大眼妹透过后视镜往后边一看就是一阵干探 当他打算下车救人的时候,被大眼哥给拦住了 大眼哥说现在夜深人静也没有监控,在那马上逃命 大眼妹一听,认为大眼哥是话操理不操 于是急忙开着车撒压子就撩了 转场之后,当大眼哥正在学校为同学们拍今天照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鬼影出现在了镜头里 大眼哥一紧张,差点就尿了一哭当了 转过天,大眼哥来到照相馆取照片 这个时候才发现,很多照片上都有一道莫名其妙的白光 大眼哥说,这什么情况啊 今儿你要是不赔我一千万呢 我立马就把你扭送到扫红打飞万 胡子哥说,哥们儿你先别敲诈 咱先看看到底是我的活不好还是你的摄影技术差 胡子哥说着把底片给拿了出来 胡子哥说你瞅瞅,是你底片的问题,你还跟我急不急 实不相瞒也不怕你见笑啊 一本道都来我这起举照 回到家之后,大眼妹在照片上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大眼妹说,这该不会跟咱那天撞到的女孩有关系吧 接下来呀,大眼哥和大眼妹开始次数打听被撞女孩的情况 但奇怪的是,那天的车祸不仅没见爆 医院警察局也找不到 大眼哥是越想越不对劲啊 于是再次来到了照相馆找胡子哥请教 胡子哥看了看照片啊,当时就笑了 说什么鬼啊神啊,都是封建迷信 你瞅瞅这张照片,像不像在邻居胖大事的鬼魂 可我告诉你啊,胖大事还活得好好的 正在隔壁搞了烤香蕉呢 自打出了车祸之后啊,大眼哥就得了警队病啊 不仅失眠多猛,而且看毛片也不冲动 转过天,大眼哥和大眼妹找到了专门伪造灵异照片的眼镜叔 眼镜叔说现在的人吃饱了没事干,就喜欢找这些怪力乱神的玩意看 我们这可不是欺骗的,这叫投其所好靠手一身弯 大眼妹说难不成这种照片全是假的 眼镜叔拿出一张照片说你看看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妈咪已经过世了 可他为什么会出现呢 干这行这么多年呢,我多少还是有点惊艳 一个死去的人回到生前的世界 就像老光棍去做大宝剑,绝不是为了掀扎蛋 这些鬼影的出现呢,一定跟照片上的人呢有恩怨 大眼哥一听这当下就是一颤的 说这照片是真是假怎么分辨呢 眼镜叔说这太简单了 你可以用一次成像的照相机拍照片吗 这种相机特别傻,根本造不了假 转场之后,大眼哥刚为顾客拍完婚纱照 女鬼就出来跟他吓唬闹了 当时就把大眼哥给吓尿了 由于颈椎疼得厉害呢,大眼哥只好来到了医院 大眼哥说这颈椎疼得我是查乌斯犯不详 晚上开车都挂不了呢 医生看了看片子说你这颈椎估计只是轻微的扭伤 我先给你开点药看看有没有效 不过鉴于你目前的情况最近就不要再浪 晚上没事的话早点睡 别把自己搞得太疲惫 第二天的一早,大眼妹在看那些照片的时候 发现那些白光全都是出现在学校标本室的窗口附近 于是她便拿着照相机来到了学校 大眼妹在标本室切里咔嚓拍了一会儿之后 女鬼又出现了 当她正打算撒鸭子溜的时候 墙上的一个相框突然掉在了案子上 大眼妹走过去一看就知道 这肯定是导演在为后面的剧情做铺垫 因为照片上那个清纯妹的长相啊 跟她撞死那女孩长得是一模一样 大眼妹觉得这里面的一定有蹊跷 于是便开始查找清纯妹的资料 当她看到大眼哥和清纯妹的合影之后啊 顿时就感觉一阵心慌一乱 此刻她隐隐的意识到啊 大眼哥说她是她的初恋这种话 纯粹就是吓死蛋 转场之后 大眼哥来到了龙套哥的家里 当她正在屋里瞎悬梦的时候 突然发现龙套哥莫名其妙的就跳往楼了 龙套哥的老婆小二妹说 我们俩是才刚结婚 磨合期还没过她就挂了 我得趁年轻赶快赶嫁 大眼哥说她为什么这么冲动啊 该不会得了抑郁症了吗 小眼妹说不只是龙套哥 你另外那两个随友啊 前两天也搭上了开往地狱的摸摸车了 听了小眼妹的话 大眼妹是越想越不对劲 说你们几个同学 是不是干过什么随音葬德的事啊 大眼妹说着 又把大眼哥和清纯妹的合照给拿了出来 说这女孩啊就是照片里那个鬼影 你到底跟她什么关系 今儿你要是不实话实说 以后甭想跟我开机车 大眼哥说我和清纯妹啊 是在大学里认识的 她对我是一见钟情啊 我虽然不爱她 但最终也没能扼住自己的荷尔蒙 虽然我们俩已经睡了觉 但这件事啊却一直瞒着呢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后来啊我把她玩腻了 就打算十万钟起 可她居然用自杀来威胁我 你说可气不可气 大眼妹说 这件事跟你那三个随友有什么关系啊 要下地狱也该是你去啊 他们怎么一个一个都嗝了屁了 大眼哥说 这个话题曾经打住我 这里面的隐情啊 导演现在还不让透 转场之后 大眼哥和大眼妹啊 来到了清纯妹的家 见到了清纯妹的妈 大眼哥说 我们是清纯妹的朋友啊 这次来啊 主要是想看看她 清纯妹的妈咪 艾艾婶说 清纯妹还在睡大头觉 你们俩稍安勿躁 我先去做饭 一会咱们好好捞一捞 趁着艾艾婶去做饭的功夫啊 两个人偷偷的摸到了楼上 这才叫不看不知道 一看全下照 大眼妹说 大婶啊 这人都死了也不谎话 难道你就不害怕 大眼哥说 正是因为你这种变态的行为 清纯妹的鬼魂 是整天出来害人的 俗话说 入土为安 你趁早了 赶快把她送到宝宝山 在大眼哥和大眼妹的劝说下呀 艾院士终于答应 把清纯妹的尸体谎话 葬礼的现场啊 了解内情的王大白 讲述了清纯妹的死因 王大白说 清纯妹从曼谷回来之后啊 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脉 整天就琢磨着 怎么才能死得快 大眼医院士一看 这闺女病得可是不清啊 于是急忙带着清纯妹去看医生 谁知道刚到了医院 清纯妹就跳楼领了好饭 接下来啊 清纯妹的鬼魂 开始跟大眼哥玩游戏 把这哥们折腾的 既不能上天也不能入地 不过要说大眼哥这命可是真大 这么高摔下去啊 居然还没逛 转场之后 清纯妹的遗憾终于火化 大眼哥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啊 心里的一块石头也捞了地 可村师叔请小寡妇吃西餐 鬼魂的指引下啊 大眼妹在书架上 发现了大眼哥不可告人的秘密 原来啊 当年大眼哥那三个随友 酒后乱性把清纯妹给强暴了 当大眼哥赶到现场之后啊 不仅没有制止这几个亲手 而且为了防止清纯妹胡说八道 还给清纯妹拍了一件照 大眼妹说老娘可真是瞎了眼啊 怎么爱成了你这个不要脸呢 打今儿起 咱俩是一拍两散一刀两断 这辈子都不要再见面了 大眼妹走了之后啊 大眼哥是越想越难受 她本打算呢 跟清纯妹好好谈谈心 可清纯妹呢就是不现身 大眼哥拿起相机 气里咔嚓一通照 可就是看不到 气得她一甩手 就把相机扔到地上 可就在这个时候 相机突然给她来了一次拍照 大眼哥拿起照片一看呢 当时就吓掉 大眼哥一看清纯妹阴魂不散 于是一咬牙就打算跳楼领上看 可清纯妹不仅痴情 而且还有超能力啊 她绝不允许自己的心上人下地狱 影片的最后啊 虽然大眼哥已经被摔傻 但清纯妹依然潺潺绵绵的骑着大马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嘛 做人一定要善良 千万别学臭流氓 如果你敢瞎回来 保证把你怨毒强啊